今天我想谈谈火星过境到金牛座的事情,这将是一个重大事件。 我已经谈论这个很长时间了,因为在这个期间,天王星也在金牛座,所以会有很多激烈和极端的情况以及爆炸性事件。 人们会变得无条件的愤怒,它们会爆发出来,周围会发生重大事件,因为火星进入金牛座。 火星将在7月12日进入金牛座,最重要的是它会在Critica星秀中。 火星在7月8日至27日期间位于Critica星秀中,因此基本上整个7月火星都会在Critica星秀中,这也是金牛座的一部分,这是最紧张的时期。 Critica的象征是刀刃或刀子,它切中要害,锋利无比,并且涉及很多愤怒。 我发现,这个星秀中的人有时是最愤怒的,有愤怒问题的人。 天啊,当火星在7月12日进入金牛座时,而它又在Critica星秀中与天王星合相时,注意会有很多愤怒的骚动、情感和激情。 火星掌管什么? 火星掌管激情、能量、驱动力、野心和意志力,但它也掌管武器、愤怒、战争和火。 体育运动也是如此。 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时期,而且在这个重星秀和位置中,它会变得非常热。 在北半球的7月,天气也是很热的。 所以,这个情感和当然我可以说可能涉及到地震,因为这是一个锋利、困难的星秀Critica。 因此,我认为一旦火星在7月27日进入Rohini星秀,情况会稍微好转一点,这是需要注意的一点。 因为,火星在Rohini星秀中,Rohini是一个更加温和的星秀,它有月亮掌管,因此它更温和,但也更敏感。 火星在Rohini星秀中会变得更加敏感,更有感情,更情绪化,这会更好。 所以,我不期待火星在Critica星秀中的这段时间,因为它会增加愤怒的问题。 而且不要忘记,在Critica星秀中有很多非常危险的恒星。 是的,当火星和天王星在7月12日至17日期间相遇时,它们会靠近Ago这颗最具恶名的恒星,它掌管着人们失去理智。 因此,加上火星在Critica星秀中,情况会非常危险。 这再次证明了Critica星秀在这个位置,以及这颗目标恒星所在的位置,使得黄道带的这个部分如此危险。 此外,7月15日,火星将与天王星精确合相。 虽然不必完全合相,就会发生危险的事情,但在此期间,注意意外袭击,愤怒和动荡,我毫不怀疑。 而且,当火星在金牛座时,当它到达金牛座的15到16度左右时, 它将与固定恒星Daldean牛眼合相。 实际上,这颗恒星被称为红星,因为它被认为是红色的,而且因为这颗恒星非常明亮,所以Rohini星秀也被称为红星。 Daldean是一颗非常强大的恒星,但使它最暴力和危险的是,正对着它的是位于天蝎座15到16度的恒星Antaris。 这两颗恒星总是正好相对。 因此,当火星过境并达到金牛座15到16度时,它将对冲天蝎座的Antaris。 这可能导致暴力事件,因为Antaris是一颗战争之星。 需要注意的日期是8月4日至6日,这段时间火星将与这些恒星对齐。 此外,火星将在金牛座与木星合相,预计在8月13日左右。 当火星与木星精确合相时,它们处于行星战争状态,我们不喜欢行星完全合相,因为它们会竞争主导地位,从而削弱彼此的力量。 因此,在木星与火星合相之前,木星有时会放大事情,而火星在金牛座的这个位置并不太好。 记住在这个时期开始时,火星刚刚进入金牛座与天王星合相,那是在7月12日。 因此,从7月12日到17日,火星与天王星合相,7月15日是火星与天王星的精确合相日期。 从12日到17日,再次注意,采取警戒。 正如我所说的,再次注意8月4日至6日,然后直到8月13日。 我们有很多重大警告。 记住,火星将在金牛座待一段时间,从7月12日开始,它进入金牛座,然后在8月26日离开,到时火星将进入双子座。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缓解,因为黄刀带的这个部分是危险的。 谈到星座,正如我所说的,火星将在7月8日至27日期间处于Critica,这是火星最糟糕的愤怒期。 然后它将在7月27日进入Rohini,这将是一个非常需要的缓解期,从7月27日到8月15日。 然后,火星将进入Mirrora星宿,这个星宿跨越金牛座和双子座,但它将在8月26日进入Mirrora,并一直到9月6日。 关于Mirrora星宿,它有火星掌管,因此,在那段时间,火星会变得更加火热和激烈。 但我主要想让你们注意的是,火星在7月12日进入金牛座,然后在8月26日离开金牛座,进入双子座。 所以,在7月12日至8月26日期间,火星在金牛座时要预先警告,注意愤怒、混乱和爆炸性事件的发生。 是的,这是它的特点,而且我不得不说,我认为这与全球前沿的战争,地震可能有关,当然政治局势也是一团糟。 谢谢。 谢谢。